大雨下個不停 嘉義知名景點高跟鞋教堂 現場變成這副模樣 原本的高跟鞋教堂 旁邊有階梯和草地獨特造型 吸引上百萬遊客朝聖打卡 但現在周邊全被淹沒在水中 彷彿成了無邊際泳池 只剩下高跟鞋教堂本身 孤零零矗立在積水中 儼然成了一座孤島 而這條路再往前走 就是知名的高跟鞋教堂 那麼可以看到民眾到目前為止 還是要涉水出來 因為他們已經一天一夜 沒有飯吃了 不只教堂淹大水 對外的連外道路 也因為暴雨癱瘓 水幾乎淹到一層樓高 桌子沙發等家具 全都泡在水裡 瓦斯桶漂浮在水面上 味在嘉義布袋的沉海裡 通通泡在水裡 居民自嘲 根本就是沉在海裡 便利商店也成了受災戶 店員搶救商品 把底層貨架往上抬 物流箱用來沉水 更慘的是 漁市場因為暴雨斷電 新鮮漁貨 只能暫時用保利龍和冰塊裝 沒有 冰塊都沒電上手 沒電上手 所以他要找什麼 淹淹裡面的龍蝦什麼都死掉了 豪雨重創嘉義災情慘重 嘉義沿海四鄉鎮 東石布袋 鹿草 蒲子 可以說是幾乎都泡在水裡 尤其盛產牡蠣和海鮮的 東石級布袋 這次也成了頭號受災戶 農漁業財損難以估計 嘉義縣長張花冠 23號深夜乘坐橡皮艇漏夜勘災 表示縣府已經強制撤離 及需要醫療資源的居民 而縣府也安排多處避難所 提供有家歸不得的災民 一個暫時其身之處 記者綜合報導